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来跟各位分享《十二生肖四人解密》 魏阳篇 魏阳的四人解密 1991年出生了 到了三字头了 周岁31 续岁32 那么天鱼对天鱼是土生金 也就是新卫年是土秘 任以年的2022年是金秘 土生金是卸掉的能量 包括新卫年本身是新金 任以年是韧水 新金是小刀片 然后是薄金 这个过程当中是来生出去韧水的 所以两个能量都卸出去了 天鱼卸给天鱼 天干卸给天干 那么以目刻未土 所以综合评估来看 1991年要懂得更好的展望未来 也就是说不要看到当下我要得到多大的收益 要更好的展望未来 要懂得多付出 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 然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所舍即得 也是说你所付出的就是你所得到的 要懂得积累你的人脉的品质 这是特别重要的 再来修身为药 这个修身为药呢 要懂得有更好的身体的状态 这个身体的状态呢 要懂得去透过一些音乐 我称之为音乐疗法 或称之为音乐唤醒法 或者是有更好的一些不一样的小的物品 让自己能够进入更好的状态 再来不及不许啊 快跟慢 记住哦 有时候快即是慢 慢即是快 所以新年为年出生1991年的你 在2022年记住这16个字 要学会展望未来 要学会更长远的规划 要学会真正的看得更远 要更好的眼界 眼界决定境界 格局决定结局 想法决定活法 思路决定出路 脑袋决定口袋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要学会看得更远 再来呢 所舍即得 你要多付出哦 这是特别重要的 同时要更好的状态的调理 同时要学会快慢得宜 好 祝福你 展望未来 所舍即得 修身为药不及不许 有更好的收获与成长 从这里开始 祝福你加油 接下来讲 睽未年 睽未年出生的羊 有1943年跟2003年 那么呢 1943年呢 已经是 有达到一个生命的高度了 周岁79岁 虚岁80岁 先祝身体健康 长病百岁 家庭和睦幸福 同时我想针对2003年 正在迈向20岁的那个年纪 是值得有些事情要特别去注意跟思考的 2003年周岁19岁 虚岁20岁 哪个睽未年是天韵是木命 任乙年是金命 有金克木 所以对整个睽未年出生的 在2022年要学会低调再低调 有金克木的能量 包括润水跟癸水 其实随随比望的 但是润水又大于癸水 所以呢 这个能量场呢 有一种稍微的力不从心啊 乙木又是刻胃土了 虽然卫土就能够收纳引木 那这个过程中综合评估之后呢 有16个字 我用金刚精的妙意 降伏其心啊 今年稍微要去考验一下 你的心智的成熟度 刚19岁 正要满20岁上下 这个过程当中学会降伏其心 是谁在当家做主 是你的心灵还是你的心智 心灵跟心智是不一样的 心智是比较善于批判 总结分析 那么心灵呢 是有更好的直觉 同时有更好的爱的包容 跟更好的水顺能力的 所以要去降伏其心 这个降伏其心呢 是从你的心智到你的心灵 都要把它降伏了 所以我非常重视的 你要成为真正的自己思想的主人 而不是直念成为你的主人 再来升降游己 你到底今年呢 是要升还是降 虽然今年是有点稍微不太得志的一年 但是可能还在念书 可能已经在工作了 但是我们要真正学会升降游己 降不见得一定是不好的 己不是己 凶不是凶 升也不见得一定是好的 所以升降游己 举个例子 有一个人呢 他本身创业相对成功了 然后他去抽了一个千 抽了千之后呢 几年之后 他事业更加的成功了 哇神呢 你就要说你当年是抽到什么千啊 他说你知道吗 其实我当年抽的是下下千 那么你这几年怎么这么成功的 他说我已经相对有一定的事业成就了 那么我认为 我抽到下下千了 那么假设我继续努力 那么我的人生 多出来的就是多赚了 然而他反倒在下下千的 那样的能量场状态多付出 反倒真正没有遇到所谓的低潮 所以真正去了解 存乎一心啊 升降游己 到底升还是降 全看你自己 再来进退有度 胜败不照 进跟退要有节奏 这是特别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 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 进退等于进退有度 这个整个度量的部分要去衡量 我们要去学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的境界 月亮有阴晴圆缺 但是不是因为有残缺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就不是月亮了 假如你是太阳 太阳有被雾云遮蔽的时候 但是你必须相信你就是圆满巨足的太阳 那么海水有超起超落 不要因为一时的超起超落 你认为自己就不是那个广阔的大海了 所以鼓励你 不要因为进退的过程当中有点反复 而看清自己 看平自己 看短自己 看睡自己 所以呢 要学会进退有度 胜败不照啊 不要急照 懂得心要平气要和 同时真正做到理所应当 理所应当是什么 当你今天懂得去看透事情的本质 懂得更好自我的总结 你就能够真正的得到更多的祝福 同时进而真正去体会 心安理得这样的境界 当你真的心安了 你就理所应当得到更多的一切 这是我给2003年出生的 刚满20岁的你 一个很重要的建议 不要急着用成绩来定义你自己 不要急着用成败来定义你自己 不要用成就来急着定义你自己 要降伏其心 升降有几 进退有度 胜败不照 祝福你 隐未年出生的有1955年跟2015年 那么在2022年的任义年的运势是什么 然而首先来谈谈天运 我们来重点谈1955年 因为2015年还很年轻哦 小朋友要好注重学运哦 但是如果是1955年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天运对天运是金对金 哇塞得到天的祝福了 因为天运比旺 再来任水生乙木啊 水生木能够得到很好的滋养 乙木跟卫土呢 其实有一个不一样的能量的组合 因为我说过卫土 本身可以容纳收纳乙木的 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场 所以呢对67岁的1955年出生的 我建议要有第二曲线 第二曲线是什么 培养你的第二专场 或一个不一样的兴趣点 其实要学会更好的能量平衡 一方面要很努力的做事业 一方面要懂得去培养更不一样的热情跟兴趣点 这是让你的能量有更好的出口 很重要的重点 我记得有很厉害的世界的奥运的冠军 他们有可能他们会去弹钢琴 有可能会去再去打高尔夫球 有可能会去打保龄球 去培养一个第二专场第二兴趣 因为人就像那个橡皮筋拉到底 容易断 所以培养第二曲线 这个第二曲线就是称之为叫微转型 去从事一些更不一样的活动 我称之为叫启动不相及效益 这个不相及效益呢 就是去做跟本业不太相关 那是让自己的状态能够有很好的滋养的 我讲的是正向滋养哦 更好的滋养的 进而让你的回到你的本业的时候 或是你的主要的工作领域的时候 有更好的状态 或者是说 像有些呢可能会喜欢去山上 去跟一些人去练功啊 练太极啊 或是晚上去跳广场舞 都是所谓的第二曲线的范琢之一 再来再创丰盛 因为呢 对整个1955年出生的 其实是有一个再创丰盛的一个 最佳时机点之一 所以再者我们要回顾过往 怎么样回顾过往呢 对过往的一切呢 要做更好的总结 这个总结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台湾的精英之神王永庆 他从麦米起家 到能够超过千亿的不一样的市值 然而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秘诀 就是失败不是为成功之母 而是总结 所以我们要学会更好的回顾过啊 然而到了67岁的1955年出生 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千和积极 我们要成为更好的榜样的力量 因为你的到来 去带给别人更好的如沐春风 同时更好的智慧的启发启迪 这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中心的祝福 以为你出生的能够在任一年 能够更好的收获与成长 祝福加油 这下来我们来分享 丁卫年出生 1967年 周岁55岁 续岁56岁 在2022年的任影年的四能解密 第一个为度我们谈谈天蕴对天蕴 金生水 哇塞 能够借视到天蕴的能量 是值得祝福的 再来天干对天干 任水对丁火 任水对丁火呢 大水把这个丁火有可能会灭掉的可能性 再来荧幕课位图要多注意肠胃 当然位图可以收纳荧幕的能量 所以再加上多纬度的综合的归纳总结 记住我16个字 守好原则 什么要守好原则 也就是说到了我们50多岁知天蕴那个年纪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守好原则 这守好原则就是不要因为原则上的不确定性 甚至觉得好像有一些能量的反扑 包括我们过去业力的一些反扑 而导致我们就放掉我们的原则 这样可能会损失更大 所以第一个层面守好原则 再来学会穿越极限 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天花板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穿越它 扩大我们的舒适区 同时要懂得去换一个不一样新的活法 这是在整个丁卫年特别重视的重点之一 再者天道酬勤 我不是说武术说的你 你还多拼命于工作 当然你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创业的梦想再去实现 那也是值得祝福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天道酬勤 酬什么呢 你是否真心的为你的健康做更好的经营 决定有人是这样子的 40岁之前用健康来赚钱 40岁之后用钱来买健康 坏个九多元天道酬勤 到底酬在哪个方向呢 是要更健康的不一样的维护呢 还是更好财富的创造呢 还是更好的家业的增长呢 等等等等等等 或是更好人生体验 例如环游世界等等 那么我认为你要勤于走动 勤于不一样的流动 同时更加的不一样的真正的去规划 更有意义与积极的人生 再来诚意振兴 大学之道再明明的 再清明再子于之善 然而古之欲明明的于天下者 要懂得最终要先有诚意振兴修身旗 叫治国平天下 所以义要成心要正 生要修家要旗 才能够真正的治国平天下 那么我们现在叫自己 同时才有自己的一片天 所以诚意振兴啊 这个诚意的意 记住哦 我们是活在一个 被意念创造出来的宇宙 那么诚意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懂得意念创造真正的实相 所以要学会忠于想法 忠于你的语言 不要有不好的渲染 同时要懂得诚实为上 学识随地种下好的业力 同时心要正 同时要更好的清理 我们不好的心灵的印记 让我们原本在过往 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有一些受伤的那份的受伤小孩 等同于那个潜意识 有更好的清理 更好的养生 这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1967年的 守好原则穿越极限 听道酬勤诚意振兴 真正的修自己的一年啊 真正的要去突破你极限的一年啊 真正能够让自己 遇见更好自己的 是我的实现的一年 祝福你加油 接下来与你分享几位年出生 1979年周岁43 续岁44 在2022年的任寅的四年解密 第一个维度 天蕴对天蕴火克金 天干对天干 集土跟润水是土克水 但是集土是薄土 克不了润水 也不好克 会化掉更多的能量 影目是克未土的 所以综合评估来看啊 十六个字 自强不息修正策略 借势而闻 长远规划 何谓自强不息呢 学会潜挂的精神吧 从浅荣勿用 浅荣 建荣 替荣 月荣 飞荣 到抗荣 其实是讲事物发展的规律 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强不息 其实这个背后有个奥妙 凡所有在不断进步的 你要不断的加给你 凡所没有不断进步的 连所有的都要夺走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成长再成长 生生不息自强不息 这是特别重要的 再来修正策略 然而火克金偏累 因为自己的天运是火命 然而任以年是金命 火克金有点要不断的去克制 然后去不断的更积极的去努力 不断的匍匐前进 甚至有时候一种很累的状态 但是不要放弃 永不妥协永不放弃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学会 自强不息的时候要修正策略 这个概念是值得去思考的 在这个地球上 你也不要只是蛮干 你要有带着智慧的去前行 所以要学会去调整你的做法 不同的做法会换来不同的成果 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的地图 来找未来世纪的道路不是吗 所以我们要学会修正策略 这个修正策略能够真正的 真正去理解一个这样的重点 当你今天卡住的时候 表示要换个方法的时候 所以要懂得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过程当中学会借势 这个借势呢 用一个最简单的说法 当你跌倒的时候 不要急的爬起来 看看旁边有什么可以捡的 搞不好捡到一千块 当然我们要十斤不灭也很重要 所以重点是学会借势而为 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2020年遇到了新冠疫情 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被打趴了 有人却有更好的逆势增长 这个过程呢 我想讲的就是顺势而为 要学会借势而为 顺势而为 这是特别重要的 那依我而言 我在2020年就开始慢慢养成 能够面对的镜头 然后没有任何的观众 没有任何学生 能够开开而谈 这对我是一个借势而为 从我很习惯的 要有人群 不一样的能量的交流 能量的反馈 这样的一种人来风的状态 人来风就是人越多越嗨 OK 然后慢慢的去面对镜头讲话 这对我一个不一样的借势而为 所以鼓励几位年出生了 在任以年要更好的借势而为 同时要更长远的规划 这个长远的规划 我的建议是什么 小趋势跟大趋势是不一样的 或称之为流行跟趋势是不一样的 流行是三年到五年 称之为小趋势 大趋势可以十年到二十年 尤其到了2024年 2024年是正式走到三元九运的下元运的离火运 有二十年的国运 放到世界是接准的 那么整体而言 整个世界的运势会走到离火运 在2024年 所以我们要懂得更长远的规划 要有更好的经典智慧的学习跟应用 祝福我们的几位年出生 1979年的43岁的你 能够更好的长远的规划 竟然能够达到更好的阶段性的收获 只讲不喜修正策略 借事而为参与规划 祝福你 加油 当你看到十二生肖的适能解密的时候 你会很兴奋说 原来我们所讲的十二生肖的适能解密 是与众不同的 因为每一个生肖有五种组合 当你看到它有很好的收获 同时你想进一步的了解 我2022年的运势有如何更好的注意 有更好的增长 那么即将我们要为你带来 就是真运攻略 2022年版的真运攻略 我们透过深度整合 广度整合理事医学应用中心的专家团队 为你先上一个超值大礼 就是真运攻略 然而真运攻略当中 我先讲三个重点 你要感觉一下 你如何从真运攻略当中 拿到更多的礼物 第一个重点就是天时密码 我们生活在天地当中 要得到天地的祝福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的手机假设总是不在服务区 那是什么感觉 如何让信号满格呢 也就是说如何得到天地的祝福 是特别重要的 那你是否知道 在你的生命旅程当中 2022年的生命旅程 有哪些日子 是不适合做重大决定的 哪些日子是不适合 采取重大行动的 我们即将在真运攻略当中 完全给你做更多的揭秘 同时列出一个完整的表格 你在做一些重大决定 做一些不一样的重大的沟通的时候 哪些日子要避开 哪些日子要侧重 我们即将给你做个完整的分享 如果你兴趣的话 记得要赶快下载我们的真运攻略 更重要的是 当你在享用真运攻略的 不一样的人生智慧 经典智慧 包括我们的易经智慧的时候 记住哦 有机会 昨天我们的大会 让我们能够在整个两天的大会当中 给你更多更多的易经智慧的引用 帮助你在2022年有更好的生命的转化 事业的增长 再者 你想不想知道2022年任影年 最糟糕的能量场在什么方位 我们如何有更好的避免它呢 如何更好的转化它呢 同时你想不想知道 如何在2022年 针对我们的理事医学的独门绝学之一 十二成数 有更好的不一样的解析 你想不想知道你的生命剧本 在2022年如何更好的图写 更好的改写 更好的升级迭代呢 如果答案以上都是yes的话 邀请你尽快下载真运走测 也就是我们的真运攻略 帮助你能够在2022年 旗开得胜 如鱼得水 纵横四海 帮助你在2022年有更好的加倍丰盛 加倍富有 加倍健康 我的人生的目的之一 就是透过理事医学 帮助你成为自己生命的大师 帮助你在2022年有更好的旗开得胜 我们一起加油 祝福你哦 尽快下载 同时有更好的分享